一回合触发四次漫天的情况你们见过吗 在上周的比武结束后 有一位粉丝给教授发来自己的比武视频 说一个129的花果山 在一回合就叠出了四次漫天 而且还是在中无魂的情况下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比赛情况 当时比赛进行到第四回合 观察方给对战方的花果山和无敌洞都丢了无魂 不幸的是这两个无魂都中了 对战方的无敌洞舔了过来 接下来对战方的花果山也舔了过来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 花果山竟然在一回合之内触发了四次漫天 直接把漫天状态给点满 别人可能20回合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是怎么在一回合之内做到的呢 下面让我们来复盘一下当时的情况 首先当时的花果山身上是有画松式的法连效果的 法连虽然对普通估计无效 但是对于漫天是有效果的 因此当第一次无魂触发漫天的时候 紧接着触发了法连 法连触发了第二次的漫天 接着呢是触发了四血翻 四血翻的平A又触发了第三次漫天 第三次漫天又触发了法连 然后紧接着又触发了第四次的漫天 就这样一回合出手楼六下 把在场所有的人都给看呆了 这么多的巧合在一回合之内发生 这概率比初级别还低吧